TVB一言胡红军9月11日晚上在香港将军澳电视场参加综艺节目娱乐大家的录制 今年5月在拍摄TVB剧集《小摩迪2.0》一幕吊威亚的戏时 胡红军不小心从高处坠地受伤送院 7月5日他出院后复工出席活动 那现在又过了两个月 身体状况是不是都好了很多呢 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后遗症就应该没有 但是肤症就是要要的 对就是可能两到三个月就是去看一次医生 就是确保我是在一个好的状态 不过胡红军你在休养期间是不是都胖了一点点呢 是的就是在休息的时候 其实我另外一个不开心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胖了很多 因为在休息的时候就不可以运动啊 就是每天去睡觉吃 吃完就是再睡醒再吃 那所以就真的胖了很多 但是现在呢我就跟自己讲 就不可以有借口了 就是要开始运动起来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 还有我们下期间的法院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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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来吧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